我是楼俊,楼俊带你发掘更多优秀国具 国具之光第十四期,我们将来到异国的战场,感受一场惨烈的战争 因为有着优秀军事素养,能文能武的指挥官和一群可爱又勇敢的英雄 因为他们在遍布尸首,实力悬殊的战场之上 愿得此身长暴国,可须深入运门关 因为他们用身躯挡下了炮弹,才有了国家的未来 毛韦宁指导,王磊领先主义,功勋,能文能武李延年 故事聚焦志愿军一级英雄特等功臣,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延年 真实还原了李延年和战友们,在靠美援朝战场上顶住敌人数次反扑 夺回尸首的346.6高地的英雄事迹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应朝鲜政府的请求 做出靠美援朝保驾卫国的决策 1951年7月,中朝同联合国军在开城来奉装,举行和平谈判 但由于联合国军方面缺乏诚意,最终谈判破裂 同一时间,311营长给7893个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布置进攻346.6高地的战斗任务 此时的7连连长因为被安排打辅助,所以不大高兴 但却被一旁的指导员李延年三两句话给安慰好了 还顺带直接看清了营长的战争意图 作为一名连指导员,李延年不仅要了解上级的作战意图 配合连长打胜仗,更要时刻了解战士的想法 传达党的精神,告诉他们什么是一支中国人民军队 大战来临再起,可是7连却不太安身 原因是抓毁了一名叫做小安东的逃兵 自己的连上有人开小差,这可是奇耻大辱 连队的人表示比,愤怒的连长立马想避了这个叛徒 唯有小安东的班长拼命求着希望能网开一面 这时李延年拦下了连长,随即讲了一个故事 原来小安东想跑,是为了一个叫二妞的女孩 当年小安东当乞丐,差点饿死的时候 他被放羊的二妞发泄,二妞靠着一口口的养奶 把小安东救活,两人渐渐有了感情 看见了朝鲜战场的残酷 他担心飞机会炸到东北的二妞家 不由自主地想跑回去保护二妞 在李延年深情病茂的讲述下 战士们纷纷想起了自己的妻子,爱人 想起了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多这样可爱的女人 她们是每个战士的软肋,铠甲和保驾卫国的理由 嘈杂的声音从喊着枪毙 到不断有人为小安东求情 而小安东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但李延年突然举起了枪 小安东 当然,七连不仅有小安东 还有许多个性十足的战士 比如他,武班老落后,积极入党 大宝贝收集者,罗后才 他是原国君,是战场的老兵游子 他喜欢新鲜的武器 看见了他的宝贝就开始不要命 因为这样的脾气 班长经常看罗后才不顺眼 但是李延年告诉他 尊重和信任也是一种战斗力 他,陈衍宗 一个只想一个人冲 不想当班长的战士 他战斗力强 但是过于个人英雄主义 他带的班只活下来三个人 被李延年狠狠训斥 你的班呢 你是战士呢 我现在问问你 开场连长在什么面上 二班长 你是一班之长 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 你手上有九个统治的生命 他,小王 一个会被孙子兵法 一心想当战斗班长 想当英雄的文书 李延年给了他一本战斗笔记 让他记录下战场上他看到的所有情况 并告诉他 战争并不是那么浪漫 当英雄 可不是那么浪漫 这要流血洗手 李延长和李延年 待人潜伏在三四六点六高地前 探查敌人火力 暗中排雷 通过袭扰让敌人放松戒备 并随时准备反击 这期间 士兵李源不小心踩到了地雷 而敌方的巡逻队近在眼前 他们用稻草人把李源藏了起来 但敌人的刃枪还是打到了稻草堆 为了不影响一小时后的反攻 李源用手上的声音告诉他们没事 并不断告诉自己 不能动 不能动 最终 反攻成功打响 李源完成了任务 他开心地笑着 李源 别过来 李老远 我完成任务了 我没痛 李源 李源 另一方面 346.6政绩传来敌军反动广播 汉奸王爵仁不断地向我军进行反动宣传 并引来了上级 对罗后才在年的五人进行政治审查 虽然李源年不得不同意上级的审查要求 但内心却足以以定 他给了上级一份计划书 希望能配合接下来的行动 并带着五人假装投降 开始了一场除奸行动 狡猾的敌人自然不会轻易露灭 但在罗后才精湛的演技下 还是露出了破绽 最终在李源年的策略下 除奸行动成功完成 随之审查已结束 为了重新拿下346.6 跟为了谈判桌上的筹码 敌人开始了狂风暴雨般 不计代价的恐怖进攻 同在一个营的八连九连 伤亡惨重 李源年接到命令 要带着七连去增援 目标是守到第二天晚上 但在这之前 他们需要闯过被敌人炮火覆盖 长达一千米的道路 然而这并没有难道李源年 他冒着生命危险来来回回 在狂虹滥炸下 躲进弹坑做实验 成功来到了高级增援 此时的几方部队已经所剩无几 他指挥着剩下的连队 靠策略进行防守 并重新编整连队 我们叫泰山连 因为他们要像泰山一样 微然不动 稳稳守住阵体 敌人进攻依旧猛烈 李源年组织大家接手阵体 因此次的击退进攻 然而喘息未定 武军的攻击又来了 而伴随着猛烈的炮火 一张张手气的面孔消失在硝烟之中 罗后才牺牲了 一直喜欢新鲜玩意的他 这次盯上了敌人的坦克 他抢夺下敌人的坦克 开始和对方打炮击战 他一边唱着平时最爱的小调 一边和比方同归于心 和罗后才相爱相杀的 武班班长韩东年 咬着牙给大家报仇 最终被炸伤了双眼 但他依旧坚持着要上战场 后来 前线上出现了一位失明的战士 在背着油腿上的战士向前冲 一直照顾小安东的八班班长 腾跪桥牺牺牲了 他一边说着 给老子好好活着 一边带着炸药 和敌人同归于尽 陈颖宗牺牲了 他受八班长的委托 要在战场尽量保住小安东 他告诉小安东 就算是死了 也要排在老子的后面 他被炸断了腿 于是拿着弓兵铲当一只 此前他紧紧攥着的 是那张包含家里人寄托的 写着他名字含义的纸 也是对小安东的祝福和期待 还有一只想上战场的文书小王 从拼命护住战斗笔记 而被炮火下的尿裤子 再到可以在战争中 英勇作战杀敌 成为了一名真正优秀的战士 认真尽责 不舍得喝一口水的警卫员 为了送回情报 长途奔鞋 最终吹起最后一手曲子的后手 一只舍身前吹扎美军弹药库的牌掌 他前行之美军的阵地 对面的红光冲天 疯狂的美军总算暂停了攻击 惯来了半天的宁静 可牌掌却再也没回来 就连大家想要拼命保护 想看着能回家和二牛澄清的小安东 也被子弹击中 生死未卜 346.6活下来的战士 最终只剩下十多人 他们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 扔光了最后一颗手榴弹 就在李延年准备带大家上去拼刺刀的时候 反攻部队终于来了 346.6只是靠美元朝 千千万万战场中的一场 但这场战争 如同是整个朝鲜战军的缩影 在武军强势的攻势下 敌人不得不已接受 现有控制线停火的条件 回到了谈判桌前 而李延年和战士们凭着不怕牺牲 绝不屈服的精神 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打败了侵略者 完成了保家卫国的使命 最后的最后 让全连操心的小安东并没有死 他和二牛结了婚 还生了八个孩子 老大叫腾少乔 老二叫陈少宗 老三叫张绍杰 以上就是龚勋李延年单元的大致剧情 龚勋是由郑小龙 领先一线国剧导演天团 王雷 雷佳英 郭涛 黄小明 蒋新 童大为 周迅 黄志忠 还原了第一批获得共和国勋章的八位功勋人物的故事 他们有的为守护国家安全 已经满民28年 有的以一身扎根基层 服务百姓 平凡而伟大 有的以梦想结成饱满的稻碎 满心赤城 国势无双 如片头那样 白居过细 他们缓缓走过了自己的一生 所过之处 是留下责身恩重 担得起功勋二字 在我看来 李燕年的故事是功勋系列最特别的一个故事 导演创造了一个极尽真实的战场 近一比一的环境模拟 将70年前的每一个豪沟 每一个战绩 每一辆坦克都尽力还原 伴随着大一幕级别的硝烟弥漫 怒猴和号角 所展现的不仅是视觉上的残酷和真实 所讲的不单单是一个人的丰功伪迹 高光时刻 是一群人 甚至是一整个国家 在一场艰难战争前的无畏 勇敢 决绝 那时我们的武器比美军差 我们穿的少 吃的差 我们没有制空的优势 我们面对的是世界第一的霸主美国 我们的人口在过去半个世界的战争洗礼下骤解 战争的恐怖就在眼前 革平的日子还没过上几年 但我们的战士却义无反顾的来到异国他乡 凭着向死而生的信念 凭着一口气 赢了 那是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人第一次在国际战场上挺直了腰板 打到他们在谈判桌上认怂服软 故事从李延年建计起 从战律到个人再到群像 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当时弱小的中国能打赢这场仗 不仅仅是因为战术布置更精明 我们的执行力更强 士兵素质更高 更是因为在战场上 我们有李延年那样的存在 那是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缩影 代表着中国军人特制的形象 他因材失教 所带的兵并非都各个完美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李延年会带着他们一起成长 陈衍宗 从只知道带头冲锋 到学会了班长的责任 罗后才 从贪财的兵友子到冲锋夺坦克的英雄 小王从纸上谈兵的文书 到能够真正杀敌人 小安东从一个逃兵 到在战场上无所畏惧 因为李延年 他们在战场上有了蜕变 他们都一边打仗 一边成长 成为了真正的战士 他信任战友 相信战友的能力 跟相信战友的品性 面对一帮被怀疑 可能会投机的战友 他愿意拿自己的命做抵押 赌上自己可能扬入虎口的风险 让他们绑着自己去杀汉奸 惯战友一个清白 他洞悉人性 能鼓舞军心 面对逃兵事件 带来的负面影响 他借着一次生动的演说 不仅彻底重塑一位小战士的灵魂 更将和为人民军队 和我们之所以上战场的意义 刻在了所有人心里 将动摇的军心 化为预选战场的信念感 他战斗力强 决策力更强 刷新我们对影视剧中指导员的刻板印象 他能摸清战场局势 模型上级战略意图 能做好机密的前线部署 因为有他拿命来做实验 才能以最小的伤亡通过炮苦区 因为有他的部署 指挥和带头冲锋 才能咬牙在346.6坚守 一步都不曾后退 最终将一次次的战场劣势 化作了优势 将一个个看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化作奇迹般的战绩 正是因为由千千万万个李延年 所构成的军队枢纽 才让我们的军队有着空前的凝聚力 无所畏惧 时刻保持着铁血的意志 对胜利的信心 让每个人相信 因为有李延年 所以我们没什么事做不到 我们能赢 更是因为有着这样一群可爱的军人 一群打不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他们很清楚 自己可能无法活着回去 但哪怕前方再危险 他们却依然前赴后继 挡子弹 杀敌人 去手下万家灯火 手下家人的安定生活 因为有他们 我们的国家会无比强大 总的来说 攻勋李延年篇 以细致的笔触 精良的场面还原 和生动的人物群像 让我们看到了一只被细致切灭 真实展现至军原则 和政治思想 坚持党指挥枪 在行动上高效严密的人民军队 更看到了能闻能武的指导员李延年 和一群能够代表着 中国军队形象和华彩的军人 并以鲜血交出历史 诠释了那一句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 不能没有先锋 他没有过分渲染英雄主义 没有引力当先的夸张 更是以尽量写实的还原 以质朴的细节刻画人物 刻画历史 他是明刻在勋章背后的历史书籍 让这一段陌生又熟悉的历史 有了更清晰的画面 看到了一代人不畏艰难的勇气 保卫家国的决心 虽然故事篇幅只有短短六集 却能让人深深地记住 故事中发生的遗弃 虽然剧中他们每个人的脸 都又黑又脏 但却能让人清楚地记得每个人物 虽然他们身前并未享受到 圣日的荣耀 可他们每个人的血肉 都是为了铸就那枚共和国勋章的灵魂 成为了龚勋背后数不清的名字 和这个国家的英雄 作为龚勋系列的开篇单元 他很好地为系列打的样 诠释了这部剧存在的意义 诠释究竟什么又是龚勋 那是一张张黑道分不清楚的效率 一个个带着炸药向前冲的躯起 是我看不见了 但我可以背着你向前冲 是写在战斗日志上的 一个个名字和事件 和一刻刻在高级上坚守 死也不后退一步的决心 我请大家把眼睛都闭上 好好想一想 好好想一想自个儿的家乡 想想你的亲人 再想一想 我们入朝以来 这一路上看到的凄惨的景象 村庄被战火摧毁了 那到处都是来不及掩埋的 百姓的尸体 还有那些失去父母 无人照管的可怜的孩子 道理很简单也很残酷 简单的大家都明白 要想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 只有打胜仗 要把没过鬼子打得 不得不罢手为止 残酷的是 可能到了和平来临的时刻 我们有许多人 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了 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 但是 祖国会激动我们 秦人会感激我们 使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 使我们让敌人知道 我们的国家务必强大 不容其弱 我们来的国家务必强大 由此相读到一天八百数十年 正那时去回到万岁来外基因 整起民筹奏语 除愿民族有幸福 在立即出售圣战 一生的人民人们温泉不休 我是楼君 喜欢我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你就点个赞